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私房叉老将相求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今天的读报时间 我们知道了今天读报时间 李家超香港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政治改革不是港府优先处理的事项 对联合早报的报道 国家安全第一 那当然了经济顺便搞一搞 主要抓叶缤纷 那么当然了香港会不会加入了 另外一个地区性的组织 看看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态度 七游行那是不可能持续出现 香港的回归终于到了第27个年头 50年不变 那么还剩下23年 好 金融时报谈到的是 南韩的锂电池厂火灾 22个人律与烂 其中多为中国员工 一共有18名的中国员工 一名老窝人 起火原因不祥 这个事也闹到了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说 韩国的锂电厂工厂火灾 18名中国劳工遇难 那么大多数是中国的劳工 是韩国近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火灾之一 那么还在救援 目前搞不清楚了 那个失踪的工人 是不是还在楼里头 有两名工人受重伤 另外六名受轻伤 火灾发生的时候 有了一百多个人在工作 这是呢 锂电池的制造商 Air Reset 所有 那么有22名的遇难者 有18名是中国劳工 包括朝鲜族人在内的中国人 是韩国最大的外来务工群体 那么在此临时工作签证访问 韩国的52.3万名的外国人中 超过10万人来自中国 成千上万的朝鲜族的中国人 持有特殊的长期工作的签证 这个签证是韩国 想居住的国外的朝鲜族人发放的 那么现在呢 经过了数十年的低生育力 那么好了 韩国越来越依赖外来务工人员 填补本国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 那么就是韩国沿边那些少数民族的朋友来了 这是2020年首尔东南部的这个工地 有一个工地 38个人死亡了火灾之后 韩国死亡人数最多的火灾 韩国 那么这里面是联合早报 说日本的媒体说 这是又是一个比较商人议息的事情 日本一对母子在苏州议息 一所带有东江苏省苏州 是一所日本学校的学生的巴士 星期一 那么遭到了一个中国人的拦止的袭击 造成了两名日本人和一名中国人受伤 其中那个中国人呢 送车的那个护卫 那个阿姨伤势严重 那么用刀也是用刀刺伤的 这个事情呢 中日关系会不会紧张跟这有关呢 日本驻上海的总领事官 官员拒绝发表评论 当地政府已经拘留这个男子进行调查 这个事情呢 开始呢 就是前不久是在吉林 那么这一次是在苏州 日本经济新闻也报道了消息 头版头条 日本人的母子在苏州议息 这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消息 6月24号的下午 昨天下午在中国的江苏省苏州市 日本人的母亲孩子被怀疑是中国人的男子 用类似刀具的物品袭击 他们两个人受到医院 没有生命危险 受伤的是学龄前的儿童 负责这个引导的中国理性被刺伤 而且伤势很严重 对中国人自己下手很狠 在苏州有日本的企业不少 日本人也不少 那么现在来讲 苏州的日本人学校呢 今天要停课 那么他驻日驻华大使 这个驻华大使日本驻华大使 呼吁了在日本 在中国的日本人呢 要注意安全 好了 另外一个消息 半岛电视台阿商奇自由了 危机结密的创始人在跟美国达成了协议后 获释 阿商奇已经从英国的建议获释 正在前往回去澳洲的途中 他同意对一项 违缓美国间谍化的指控认罪 那这也是美国人也受不了了 双方达成了妥协结果 据说今年52岁的阿商奇 对将对一个密谋 获取和披露美国国防机密文件的指控犯罪 承认了是罪 他那就在星期一 昨天从借北山营的贝尔马斯坚义 或是送到机场 然后坐到飞机 离开了 现在应该回到了澳洲 他将在这个26号上午9点 那么在美国太平洋领土的塞班岛 接受审判 他将被判处62个月的监禁 其中包括已经服刑的时间 那么他说他自由了 这个自由呢 是因为他有一个创办了一个危机解密 在线举报人的平台 供人们匿名提供机密材料 别的文件和视频 那么他讲到美国阿帕奇直升飞机 袭击巴格达造成包括两名记者 在内的失减死亡的镜头 迅速提升了危机 洁密的殖民度 在2010年 发布了数十万份 有关阿富汗伊哈拉克战争的 美国机密文件大量的外交变报 巩固了这个平台的声誉 关键是在针对美国 说美国对他恨的 咬牙切齿 咬牙切齿的 不拉这样 这个事情呢 得到了一个呢 承认一项罪 然后就判了一点刑 拿拉倒吧 这个事情也拖了很久 美国之音 目标锁定的是大疆 无人机 美国之音说 大疆无人机 有望的全美禁用 那么美国制造商 将迎来黄金时代 那这个事情 要国会山庄又要立案了 他说 中国的无人机 不可取代的神话 是虚假宣传 美国人也正在 无人迎头赶上 那么这个认为呢 就是在这个 现在世界上 市场上 各种各样的无人机 可以和中国无人机匹敌 提供更强的能力 但是大疆机 那还是有他自己的 江湖地位 美国人感到很高兴 如果呢 把大疆机给限制了以后呢 他们就有换吃了 大概意思是这样 德国之声 谈了中欧的贸易战问题 谈判前景不乐观 中欧贸易战一出计划 打了个大问号 中欧双方已经商定 开始就欧盟 对中国电动汽车的 反补贴调查案 启动谈判 那么希望在7月4号的 撤销 加深关税的决定 但是看来很难 因为如果中国没有做出 重大浪购的意愿的话 可能这场贸易战 就会一出即花 法广谈到的是 欧盟对俄罗斯的新制裁 20家中国企业 列入制裁的名单 这里面包括一家 卫星技术和应用领域 很有影响力的中国公司 这个事情呢 还有香港公司 其中两家受制裁的中国公司 主要从事卫星制造 这个呢 涉及向瓦尔格纳 出售卫星 提供卫星图像 那么这是云泽科技公司 这个是呢 北京云泽科技有间公司 拿了一个 3100万美元的订单 向瓦尔格纳提供了一个 什么呢 两颗的卫星 结果呢 普里克金 后来签了这个协议以后 跟这个没关系 后来他就在神秘的 飞机实施实施了 还有一个叫 长光卫星技术公司 还有好多 中国公司日益成为了 锁定的目标 中国虽然没有直接向 俄罗斯提供武器 但美国指责中国公司 为俄罗斯军事部门 提供零部件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说 中国反对 坚决反对 美国的没有任何证据情况下 散布虚假信息 但如果有证据 你怎么办 华尔街日报谈到了 加拿大准备 模仿欧洲和美国 针对中国电动汽车 采取措施 加拿大也跟上了 法广也谈到这个消息 加拿大希望向中国电动汽车 征收附加关税 这沃泰华 沃泰华的说法 那么这个呢 是给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商品 修筑地霸 德国之声的张俊华 一个分析文章 中欧贸易争端下一步 去向何方 去向何方呢 就是第一回合 刚刚结束 第二回合在酝酿中 那么现在呢 哈贝克在中国访问 显然是将避免 德国的汽车 成为中国报复的对象 但学者张俊华看来 这体现了德国政界的短视 一个是不少中国的企业 车企能够轻松化解欧洲的关税 保持在欧洲的利润率 当然以比亚迪为例 第二呢 北京都知道 无论是白兰地还是猪肉 一旦对厂商进行视材 这些受害者叫腾呼声 一定会跟这些国家的政府施加极大的压力 这压力又传送到欧盟 所以欧盟不得不做出妥协 第三 北京心里明白 下半年起下一届的欧盟理事会主席国是匈牙利 那么匈牙利肯定会站出来跟中国说话 第四 中国官方很担心 一旦在欧洲半场 不仅中国对中国企业的控制可能要打折扣 很容易 技术外泄失去了技术的优势 所以设厂也很麻烦 第二回合的博弈比第一回复复杂 关键是哪一方更能够坚持得住 从理论上来讲 民主国家更容易会哭的孩子有牛奶吃 所以就讲到了欧盟白兰地和猪肉的产商 那么可能会施加压力 还有一种可能性 由于习近平的憋脚的经济政策 也许在今年四个月内 中国的经济的下滑速度更快 如果是这样为了挽救经济 北京不得不按照欧盟设计的方案炒作 总之他认为在中欧的贸易争议中 双方都有一种对对方的依赖 所以会有意想 有这个意愿不想恶化他的冲突 这多少跟中美贸易冲突 还是有一点点区别 联合早报 习近平批评欧美借中俄正常贸易抹黑 他说以中俄正常贸易转离矛盾 抹黑中国 有写者说习近平通过最新的表态 回击机器领导人 这个月中旬对中国发出的警告 强调不能再以西方方式应对乌克兰的危机 那么这是对波兰总统说的 就说的 所谓朱峰 南疆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 这是七国集团发布以来 中国最高层首次以不点名的方式公开的回击 回击习近平公开的站出来说话了 李强也有这个说法 华尔街日报谈到了再次遭受了恐怖袭击 暴露俄罗斯内部的脆弱 也就讲了是个 这个高峡佐地区发生了一个枪击事件 到了过去的一年 俄罗斯各地的暴力事件曾上升了趋势 这削弱了普京 关于只有他才能使国家免受国内外威胁的说法 好了 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说有迹象显示 俄罗斯和朝鲜的防疫协议 让中国感到不安 美国正在仔细研究俄朝之间 那个新的共同防疫的协定 华盛都认为 这个协议可能助长平朗的核 以远程导弹发展项目 协议签署之后 朝鲜跟那长期盟友中国之间 会发生紧张的迹象出现了 中国感到不安 他坎贝尔说可以公平的表示 中国对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局势有些焦虑 他们在和我们之间互动中已经明确表示了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跟此相关一些紧张的迹象 那么这是美国的判断 但这里面谈到南中国海的局势也很紧张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朝鲜现在成了什么新冷战的中心 这是法国世界报的一篇文章的焦点 朝鲜半岛成了新冷战的中心了吗 他说韩国对俄罗斯普京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签署的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条约做出强烈的反应 韩国计划提供武器给乌克兰 虽然韩国的武器听说质量不是太好 但怎么也也是武器 自从协议这个条约签署以来 半岛局势的升级 有可能让朝鲜半岛成为新冷战的中心 这个世界报是这么说的 韩国时报 上个星期五的社论透露韩国有这个担心 根据法国世界报说 普京和金正恩的签署的条约规定 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攻击的话 另外用毫不拖延的一切可能的方式 给对方提供军事的援助 这让西方各国极为担忧 所以呢他谈的是韩国的反应 韩国的反应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 就是莫斯科和平朗之间拉近关系 韩国也动作起来 跟他的盟友美国日本做出回应 美日韩三国要在六月底 五零年的六月二十五号 也就今天朝鲜战争爆发的周年纪念日 首次指出的自由边缘的海军 潜艇和网络的演习 就今天是当年1950年 那个战争的爆发日 到1958年到1992年冷战期间 为了达到威慑的目标 美国的韩国部署了核武器 那么在台湾也一样 法广他的美国护国又轻缩 也就是呢坎贝尔说 应该是坎贝尔说 台湾半导体的供应如果中断 恐怕会导致全球大瘫痪 美国商务部呢有个宣布 应该昨天宣布 选择美国人才计划 将新增来自台湾日本和韩国的投资 帮助这国家的半导体企业 它的供应链里的厂商 在美国招募培训人才 方便它在美国投资 坎贝尔说 半导体供应中断台湾 恐怕会导致全球的大萧条 《华尔街日报》谈到了无人机 台湾想建立一支无人机的大军 但是供应链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中 供应链 小型廉价了无人机 帮助了乌克兰 抵挡了装备更精良的俄罗斯军队 对台湾来说想复制这个战略 可能要依赖中国的无人机供应商 但是如何才能闹过中国供应链呢 估计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美国之音 英国向中国出口大批军事设备 武器禁运形同虚设 根据英国商业和贸易部 这个月公布的数据 尽管202年5月起 英国对中国实现了武器禁运 但是英国政府去年还批准了 价值256亿英镑的 军事设施和潜在军事用途的设备 销往中国 使得中国成为2023年 英国最大的军事相关设备出口的目的地 也就是所有出口的东西呢 很多要100多种 包括弹道测试设备 头盔组件 夜市武器技术 所有出口还潜在了军事用途的民用设备 又233核反应对技术小型武器弹药 激光器 成像相机和信息安全的软件 但实际上来讲呢 这个东西呢 武器禁运形同虚设 英国人是这样很务实 有钱他们就挣 所以他们说关键是不透明 他说中方会利用这个技术来攻击英国 这是哪辈子的事 中方跟攻击英国大概就是在1949年 这个还没打进南京的时候呢 指示英号 那之后也就没有打过什么仗了 好了 这是关于英国 德国之声 有一个课作呢 邓一文的文章 未来台海两岸的对撞会更加的激烈 中国大陆给赖清德这么一个月的拼分是零分 体现了上周发布的关于 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 散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他警告 两岸之间可能陷入所谓的敌意 螺旋空间 激烈碰撞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 就是说你不要小看 这一次的东西针对的极少数 但是极少数的范围要多大了 搞不清楚 目标是十个人还是一百千个人 还是更多一点 那么讲了相对2500万的台湾人口 这算不算极少数 他就开始了玩这个文字游戏了 那么现在的大陆对台从五文攻五鹤 已经升级到法律战 他说客观来讲 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的工具箱 的工具并没有完全使出来 比如说这次的军联联合力建A 有A一定有B还有C 那么他就看情况而定 经济上也会有一个 包括一些宗旨呢 ECFA那个问题 海警的执法主要是在金下海域进行 两岸关系的恶化 会不会像一些单家的高雄港 也对过往船之间的登船林检呢 很难说 外交可能会把台湾 现在为数不多的十几个国家归零 他认为呢 实际上两岸现在已经陷入了敌意 螺旋空间 两方都不愿意退让 只能升级敌意 敌意带来进一步的对抗 美方把敌意作为下一次更大敌意的起点 叫螺旋 敌意螺旋 那么讲到了这个问题 新海警华不排除今后 也在台海使用 在以小博大的游戏中 士气不刻骨不可泄 但认为台湾还是要谨慎应对 美国之音 哎呀 吴国光又抓住中国大陆的特权 特权成灾 社会的癌症 就讲到了这个出口论不讲 他讲的案例就是北京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空间站的那个秘书长 姓鱼等个娘们 那么这个事情呢 他说停车不挡路 本来是社会规范 当今的社会 类似的规范 猫狗都能执行 在中国社会总有那么一些人 可以理直气壮了 怎么样呢 来无视和践踏 为什么呀 就是自是有特权抵去 抵去啊 何来 为什么有这个抵去呢 就是呢 他是外国人 在谈到了这个人来讲 就是这种特权就会无法无天 大妈和被堵的司机 这个事情很多 关键是一个党国的司机干部吵架 能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所以他讲中国大陆现在特权集团 是社会溃败的根源 社会溃败的根源 不是他们不懂法律 专制独裁特权成灾 社会仪式挨变 所以呢 社会挨变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但是不能否定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因 那就怎么样呢 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利和特权集团的存在 是今天中国社会大溃败的最大的根源 吴国光看来呢 还是很愤怒的 好了 我们谈谈现在的大台大厂 金融时报说 中国科技大厂的员工说 我们就像不停转动的齿轮 不是986的问题了 随着中国科技大厂面临成长放缓 竞争加剧的新现实 许多高阶主管正在裁员 并对手下的员工提出更严苛的要求 这个详细的一篇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 当中了苹果日报被停刊三周 原来的苹果日报记者情绪受困 拒绝看新闻 那么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的 路透新闻学研究所 2024年的数位新闻产业报告说 全世界主动回避新闻的人口 已经达到了39% 比2017年增加10个百分点 原因是什么新闻重复沉闷 负面令人感到焦虑和无力感 所以这是近年来的新闻 充斥着疫情战争的消息 回避是自然的反应 以保障心理健康 继续自己的生活 至于亚洲电台还说了 读者 香港有读者收藏了苹果日报 拒绝展示 有 但是不愿意展示 因为怕踩到红线 就不知道在哪里能看到真正的新闻 香港没有新闻 有的文会打工 星岛名报 还是有新闻 只是那个新闻不合你的胃口而已 日经新闻 那么有一个很有趣的报道 创业者的野心 在支撑着中国 他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工厂 而且是中国明明化工厂的一个呢 山东的更原新材料精灵 一个高管 他口出狂言 不是狂言 他还是信心满满 如果我们这个厂不出货 中国的纯电动汽车 电池就没有办法生产 山东 梗原的一个化工产品 掌握了中国七成 全球过半的市占率 那就对聚碳酸脂 VC 作为高性价比的这么一个 LFP 也就是磷酸铁锂 这个电池的原料是不可获取的 他一个厂掌握了中国七成 全世界过半的市占率 了不起 这样一个工厂 其实也是中国制造业一个可圈可点的进步 好了 纽约时报今天呢 刊登了黄安伟一篇很长篇的文章 追寻父亲的边疆 到了阿勒泰 他在中共军队的岁月非常长 这基本上是一篇纪录片 那么讲到阿勒泰 他是寻找六十年前 他的父亲在阿勒泰军队服役的记录 他知道了警察已经很快就跟进了 纽约时报的记者 所以呢 那么讲到阿勒泰的问题 他寻找到父亲黄沃墙 任何的中国大陆信息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 因为他父亲曾经和几个 还有一个1952年和哈萨克的士兵 尤其是那时候叫新疆的第五军 第五军主要是呢 维族人和哈萨克人 组成了一个战斗 一个部队 一个部队 我一个好朋友 现在还在监狱里面 那么他现在 他的父母亲也就是第五军的 民族军 在谈到这问题 很详细 非常详细 我觉得呢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 纽约时报对他的记者 也可以这么足够的封面 这个版面 很不简单 印象很深的是 这位已经在美国 回去美国待了几十年的 这个黄沃墙先生 他居然还能够一字不漏的 把东方红太阳声这首歌 完整的唱完 这是很不得了的 毫不犹豫的 用普通话唱起来 尽管有几十年没唱 唱完以后 他靠在沙发上 对着我 黄安伟 微微一笑 他说那一刻 他又变成了 那个身穿褐色 极致服 帽子上点缀一颗 红星的年轻人 纵马 驰骋在帝国西北边陲的 高山峡谷之中 阿勒泽又出现在纽约时报的版面上 这是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简单归纳一下 第一 吉林刺商四个美国教师被视为是偶发事件 苏州日本籍的母子被袭击 官方肯定也是这么说 偶发事件逐渐多了起来就不再是偶发事件 民粹主义情绪一鼓动起来 这种袭击事件会不会一旦多了起来 会产生外籍人士却步的负面效果 政府现在不断的单方面向世界各国开放免签证 会不会受到冲击和影响呢 一定会 第二 阿商提获释 他是为言论自由 资讯自由 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对于新闻从业人员来说 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事件 虽然他是用妥协认罪的方式 但毕竟他放出来了 在现在资讯爆炸真假难辨的时代 拒绝看新闻的人越来越多 这不是逃避 而是对这个时代的另外一种厌倦 尤其是信息减防效应日益严重的今天 新闻自由几乎荡然无存的地方 更是如此 不看 看什么新闻 看老杨到处说吧 第三 中欧贸易战一出计划 加拿大也尾随而来 但我们曾经指出 中国欧盟的贸易战 不至于跟美国一样的激烈的程度 能否谈出一个妥协结果呢 是观察欧洲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 会跟美国走多远 第四 大疆机被美国锁定成为制裁目标 台湾要成立无人机的部队 发现被大陆控制了零部件的生产链 英国继续将中国出售军事装备 西方指责中国协助俄罗斯军工产业 某种角度说 中国在高端制造业有自己的产品优势 无人机受到关注度日高 未来战争的形态 已经不再是大规模地面战争的战斗布阵 可能未来的主力就是AI和无人机了 第五 纽约时报给黄安伟一个足够的版面 诉说黄安伟的护协黄沃强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虽然不如韩秀的遭遇的精彩 但那是一个大时代一个家族一个家族成员的历史记录 沧桑岁月留给后人的可能只是一个记忆的片段 也可能是个模糊的画面 我们结合韩秀的回忆录 我们可以读懂更多的中国 黄安伟用父亲清晰无误唱出东方红歌曲的每一个字 让我们说音乐符号和旋律 给一个人留下的刻骨铭心的印象优气的深刻 我们很多人同时代人不懂得唐诗诵词 他就把毛主席一路歌朗朗上口 就是一个时代的不可抹灭的印记 这是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老杨可以说老杨到处说 我就一个时代人不懂得唐试试试 他都没想到唐试试试试 Sto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